將低筋麵粉和蘇打粉混合過篩 胡桃用手掰成小塊 將奶油放入攪拌盆中 用打蛋器攪拌至乳霜狀 分次加入糖 打至呈現蓬鬆狀態 加入香草精 攪拌一下 半次加入蛋液攪拌均勻 煮鍋 攪拌均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加入过筛后的面粉和苏打粉翻拌均匀 中文字幕志愿者 加入巧克力豆和胡桃混合均匀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将面团分成八分放在烤盘上 发入以预热烤箱设施190度烘烤10分钟 如果观察到曲奇饼上色不均匀 可以在烘烤八分钟后将烤盘取出 叙述前后天倒再放入烤箱烘烤均匀即可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记得把我们按赞分享还有订阅哦 谢谢